为什么我们夏天要比冬天更需要一件小香风 其实是因为我会觉得可能夏天我们多穿一件又怕热 但如果我想要有气质的话 小香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小香风的这种元素 它刚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黑白色 我刚好有一个很经典的那种黑白拼色的小香风的包 你看它搭在一起的话 即便这个包有很多年 但它依旧很耐看 那么把这个元素应用到我们身上的话 应用到小香风的上衣 你就会发现它的整个耐看成功会更强 所有的小香风的元素 如果是加了金属的话 会让这一身的感觉更贵气 就像我们的手表一样 对吧 所以这一身就符合了 细节上有精致感 但整体的发生是属于元素比较简洁 但是它的整个版型又是比较有筋骨感的 这种小香风的外套就会比较真热 那我们再搭配上的话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搭小香风呢 比如说我身上的这种裙子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穿一身黑 然后我就直接搭它 你会发现就是 黑你整个人好像即便我里面穿的是个吊蛋 但你看我整个人就直接里面看起来瘦 但整体看起来又很精致 你看我其实可以把裙子换成这种牛仔半身裙 因为牛仔半身裙跟小香风 只要是这种比较大系的小香风 并不会穿出浪气感 那有一些女生是属于高出入职场的话 我们如果有这种偏卡鞋色系的裤子的话 你看我们也可以跟她搭 这种感觉就很适合小个子对吧 然后再来 如果我们是选择这种有点米白色的裤子的话 我下了半身 就也可以直接搭我身上的小香风 你看里面就一直用黑色的背心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 如果我们今天是想参加人家的婚礼 或者是有一种要去度假的感觉 有一点点浪漫感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把裙子换成粉色 它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而且黑白两个颜色本身就会比较好做搭配 那么最后一个 因为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都穿一件又热 但又很喜欢穿那种吊白裙 怕自己有一点点露鼠地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种裙子搭在我们身上 这种感觉就很漂亮 对吧 而且全部都是那种很经典的黑白配色 你知道做的外套 我突然间想到 如果我现在下半身搭了一个红色的裤子 应该很好看 这个小像风的外套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造型 估访到了最后 大家记得截图包子